講完之後呢 好乖 你就擺一個 不高興的表情 如果有天我媽媽看到我這樣子 他們會覺得我神經病 會瘋掉的 我媽媽說阿翔阿劉阿劉阿嬤 Good Boy 他在管我的臉耶 他在管我的手耶 你的臉再臭一點就在 我講可以放在台子上 因為他比較小 所以他就算保持 阿滴 哇喲 沒有辦法看太高 你跟我推桿幹嘛 你跟我推桿幹嘛 你擺出你跟我推桿幹嘛 我們就叫他名字啦 明尼好乖 那注意看喔 講完之後呢 好乖 好乖 你就擺一個 你就擺一個 不高興的表情 他就看旁邊了 如果有天我媽媽看到我這樣子 他會覺得我神經病 會瘋掉的 我媽媽說阿翔阿劉阿嬤 阿翔阿 就是說如果他真的 你不喜歡做的事對不對 當你們感情很好 每天都跟他說 你好棒好乖喔 然後有一天你是 煩耶 他就會覺得這事情 大條了 對 不好 你不要再繼續做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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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在管我的臉耶 他在管我的手耶 你的臉再臭一點就在 很臭 然後手就要收起來 東西收起來 對食物就收起來 不要給他擺臭臉 好擺臭臉時間不用太長 不要太長嗎 對兩三秒就可以 兩三秒是不是 對 臭太久了 他習慣就覺得 就隨便你就對 你擺臭你給我推桿幹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你給我推桿幹嘛 哈哈哈哈 你擺臭你給我推桿幹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要太尷尬 好 記得喔 他是案件記仇的動物喔 每做一件事 我們就要獎勵一次 老師那我問問題 是 如果有一天 他把尿尿當作 就是有獎勵可以試的話 他會不會就故意一直在尿尿 會 所以我們尿尿 那我們不拿臨時給獎勵 我們就是口頭稱讚他 可是一開始在訓練他的時候 必須要臨時 其實一開始也是建議 口頭稱讚就好了 不然他就是會像這樣 表演大小便 偶爾可以吧 就是為了 最好都是口頭的稱讚就可以了 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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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